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南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好,那我现在要进入另外一个小的单元,这个单元呢,就是谈这一个架构师的一些心理素养,也就是他的思维跟他的心境。 那其中呢,第一项思维呢,就是获利的思维,就是赚钱的一种思维跟心境。 那么之后呢,在下个单元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素养,也就是包括思维跟心境。 那我们现在就来针对这个获利的素养,就是心理的素养,也就是获利的思维跟心境。 来帮你解说这个A段架构师,那么他的这一个获利的思维跟心境。 那我只是几例,因为其实A段架构师的获利思维跟心境并不是单一的,它是每个人都会不一样。 但是呢,我这边是挤的,有信用卡组织的,那么有这个配件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思维跟心境,我只是几个例子,让你来参考参考,说A段架构师呢,要在获利思维上面跟心境上面,要能够有具备某种的素养。 OK,好,那么在这一个单元当中,我一开始先从Visa的这一个信用卡组织呢,的商业模式出发。 然后,我这一个编造了一个故事,来凸显这一个心境,龙夫挑水浇花的心境。 然后再把这个三个合在一起,对应到这一个客厅配件,产品的商业模式的时候, 也要依循这样的一个心境。那我这边再重复一次。这A段架构师的心境,获利的思维跟心境,其实人人都不同。 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个获利的思维跟心境,对A段架构师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那每一个人都要去培养,都要去注意,这个素养的一种美感,跟他的这一个整体获利的一种心境,都要培养。 好,现在我们就从Visa的这一种商业模式来谈起咯。 然后先回忆一下,先帮你做个铺垫。 在我们一开始说明了架构师呢,要对商业模式,以及创新的产品,要参与这一个A段相关的人员的一种讨论,跟创意发展。 所以这部分呢,因为大家都有很多创意,所以有加法的一种设计的味道。 所以会,这个让你感觉蛮复杂的,蛮复杂的。 所以架构师呢,就要做架构设计,来设计出简单,设计出简单。 好,那这个,一个主要的重点,就是第二个重点,就是第三个重点,那这个我们都稍微介绍过了。 好,那这是,啊,在台面上,我们有这些,要做这些事情,那么幕后的思维跟心境,啊,幕后的,的这个思维,啊,跟心境,啊,是什么?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焦点,放在这一个的幕后,你要设计出简单,啊,要设计出商业模式,啊,创新的产品,还有架构设计,这个三角形要做得好。 好,那,需要有幕后的思维跟心境,也就是,A段架构师的一种素养,那这个素养是什么呢? 好,那我们,好,接下来的几个单元的走重点,就在这个素养上面,那现在我们先针对,啊,这个,获利思维,来看,这个素养的一个重要性。 好,那这个Visa呢,啊,是一个信用卡的组织,那这个组织呢,啊,他的商业模式,啊,是怎么出来的?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说明。 所以,这一个,啊,世界上呢,这银行信用卡组织的创始人,啊,叫做Dee Hawk,啊,他说,观点是最致命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视角,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啊, 先入为止的观点,啊,是,啊,最致命的,因为,世界在改变,但是我们的观点,可能都没有改,啊,所以困难的不是接受新观点,其实人呢,接受新观点是很容易的,啊,这是他说的,啊, 啊,而是,把旧的观点去掉,这倒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呢,我们架构师呢,要培养,要培养更多的心理素养,能够让这个素养能够不断的成长,不然的话,旧的观点,会把这一段架构师呢,啊,会把它绑住, 因为,因为,我们要,一般人要,要去除旧观点是很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呢,我要来提,黑段架构师的,一个素养的问题,啊,那,原因就是这样,就是, 当我们的观点,啊,没有因世界而改变的时候,啊,那,我们的,这个,啊,观点会是最致命的,因为呢,我们没有去,啊,把旧的观点删除,啊,那么新的观点,啊,进来,那,也没有可能会冲突,或者是根本会把新的观点排挤在门外,都有可能,好, 那我们就,来,集中的一个,例子好了,传统架构师呢,总期望呢,底层的硬件,稳定不变,啊,因为传统的架构师呢,总是把建系统,看成是建房子一样,那么地基呢,底层的硬件就相当于地基咯,地基不稳定,那么房子会倒掉,这是房子的特性,所以呢,大家都把它比喻,啊,这个, 啊,用户的需求要稳定,啊,等等,所以呢,总是寻求省成本的,反正开发方法,啊,那,这一个,啊,这是旧的观点,这个旧的观点,其实是,不对的,啊,其实是,不合乎世界的改变的,但是呢,我们,很难把它去除,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看,啊,这一个A段架构师,该用什么样子的,啊,新的思维,该培养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所以A段架构师呢,反正如何呢,激发底层硬件的创新跟独特化,啊,这边是,希望它稳定不变,啊,用户需求也要稳定不变,啊, 啊,然后,因此呢,这个,利益不变,所以只能省成本,OK,所以呢,这里刚好倒过来,从满足需求到警报配合商业模式,啊,追求兜方共赢,啊,这是,获利啦,获利啦,开创利润上的占便利,而不是省成本,让用户减便利货,啊,那,这就是苹果的, 啊,老板,啊,乔布斯的名言,说,苹果呢,要让用户占便宜,不是要让用户减便宜,啊,比如说,啊,你原来是,这一个,啊,像iPhone的价值,啊,比如说价值是,啊,5000块钱的一种价值,那么他,他卖呢,啊,他卖这个,啊, 啊,4000块钱,所以呢,啊,这一个用户呢,啊,占便宜,啊,占便宜,啊,占便宜,一千块钱,啊,就是,真正的货品的价值是5000,他卖了4000,所以呢,这个,客人呢,占便宜了,啊,占便宜了,OK,啊,那如果说,一个,啊,这一个,啊,这一个, 有1200块钱,啊,假设,4200块钱,啊,那么,他这个是,啊,卖的是3800块钱,如果一个东西,啊,他的价值是4200,他卖了3800,结果呢, 他,他占便宜,占了多少,占的是,啊,400块钱,那,这个,有些人呢,就会选择3800的,而不是选择4000的, 因为选择4000,他并没有减便宜,因为这个是比较便宜,所以减便宜,对不对,就会选择3800,那么,占便宜,选择占便宜的,他就会选择4000,因为,他,获得价值5000的东西,啊,价值5000的东西,OK,好,那,这一个,还有可能是,啊,这一个,啊,1000块钱,啊, 啊,卖900块,那,他的,货品呢,是1000块钱的价值,结果呢,占便宜占了100块,但是,他,减便宜的话,会选择900的,啊,选择900的,所以呢,这就是,在A段架构师的话,啊,应该,要,啊,像乔布斯一样,能够追求兜方共赢,啊,创造利润上,让用户占便宜,而不是省成本,让用户减便宜, 啊,所以这叫做,啊,A段架构师,第一个,要了解的就是,啊,获利思维,啊,然后,追求兜方的共赢,然后,让用户也能够占便宜,而不是只减便宜,OK,好,这是第一个,A段架构师呢,在获利思维上面,啊,要能够, 啊,取分的出来,占便宜跟减便宜,好,再来,这个信用卡组织呢,啊,他第一个,啊,事情就是,让银行不吃亏,啊,就是创造兜方共赢, 第一个,银行并不吃亏,所以信用卡组织没有跟银行拿一毛钱,就是没向银行拿钱,好,所以第一个,让银行这一方,啊,啊,是是不吃亏的,好,因为在信用卡组织呢, 那,Visa呢,总共有三方,一方就是,啊,银行,啊,一方就是银行,另一方就是,这个,啊,客,客人,消费者,那另一方就是店家,啊,店家,所以在Visa这个组织当中, 会有三个角色,银行,客人,店家,OK,所以做银行这个角度来讲,Visa的组织没有跟他拿钱,所以银行并不吃亏,好,再来,客人这一块呢,消费者也不吃亏,啊,因为,你到店家去刷卡,啊,刷卡跟不刷卡, 那,它的价钱是一样,刷卡呢,还可以,啊,这个先不付利息,到,啊,下个月才付钱,啊,下个月才付钱,啊,又没利息, 因此呢,让消费者占便宜,让消费者占便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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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银行也有占便宜啦,也有占便宜啦,OK,所以呢,消费者是,啊,刷卡不刷卡,价钱是一样,刷卡呢,还可以下个月才付钱, 而且还没利息 还没利息 因此呢 让消费者占便利 OK 银行呢 先不吃亏 然后再来呢 店家也占了便利 至少不吃亏 所以他虽然每一笔 店家的每一笔 他是给3% 3% 的费用 给这个Visa的组织 给他3% OK 所以看起来店家是吃亏的 其实呢 没有 虽然每一笔交易收了3% 就是说店家每一笔交易 都给Visa3% 但是呢 因为这边刷卡 可以让消费者占便利 所以呢 他有刷卡 所以他的交易总额 会提升约 30% 约30% 因为别的店家没有刷卡 所以没有刷卡呢 他就不能吸收消费者 他有刷卡呢 因为消费者占便利 所以呢 这个销售总额 提升了30% 因此呢 店家也占了便利 所以到这里为止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Visa的纸织的 这种A段架构式 它是让三方 都不吃亏 让三方都有可能 占便利 那就叫做 这一个 都方共赢 追求都方共赢的 一种 这个获利思维 获利思维 就是 第一个占便利 不要减便利 第二个呢 追求都方共赢 这就是他的都方共赢的做法 OK 那么现在下来 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利息 利息 就是因为刷卡呢 他可以慢一点 这个刷卡的时候 下个月再付 而且没利息 那这个利息呢 并不是由店家来承担 而是呢 由这个Visa组织呢 要来考虑 怎么处理 那也不能由Visa来付啊 因为Visa只拿3% 然后要来支付利息 他就没钱赚了 所以呢 Visa的组织 就要继续去思考这个商业模式 怎么样子让三方共赢 而且 我Visa组织 还可以稳拿 每一笔3%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一个 消费者呢 这个你看哦 这个消费者 消费者 这个刷卡 刷卡呢 可以下个月才付 而且没利息 那这个利息 谁负担呢 不会由店家负担 店家当月就要拿钱 所以呢 这个利息呢 总是呢 要由Visa组织来负担呢 也不行 因为 这个由他来负担也不对 因为他只拿3% 付利息都不够 对不对 所以后来呢 这个就把他转嫁给有钱人 例如呢 这个有一家百货公司 那么 针对女士的皮包 现在在打两折 在打两折 的一个折扣的促销 好了 那这个 譬如说 一万 的 价值一万 的皮包 价值一万的皮包 现在打两折 那么 有这个女士呢 就想去买这个 想去百货公司 买这个两折的 因为他要减便利 而且要占便利 OK 但是 他可能身上没钱 所以呢 就为了 这个 买这个皮包 所以就用信用卡来刷卡 但是 他也知道 这一个 下个月呢 不见得能够付得起 因为 有些人看到两折 就把他买回去 放在自己的店面上面 可以卖六折 可以赚钱 我这个例子就是说 这一个百货公司 常常 有针对女士 而得做 这一个高价位 产品的一种促销 那 他的折扣都很低 他可以低到一折两折 因此呢 很多女士们 就会去 抢这个折扣 但是价位还蛮高的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就用信用卡刷卡 刷卡呢 也不见得下个月 就可以如期呢 付款 那如果下个月如期付款 他就没利息 那如果下个月 没办法如期付款 那他就要付利息咯 他就要付利息 但是没关系 因为 他是买两折 回去卖六折 所以呢 他有本钱 可以付比较高的利息 好 所以呢 信用卡组织呢 就把这一个 一般人的 这种美利息的 这个利息呢 把它转嫁 给这一个 有钱人 就是这个 高消费的女士们 这样子 让他来支付 这个 支付这个正常人 的利息 有没有 的利息 因此呢 就把它转嫁出去 另外一个是 有钱人 他无所谓 或是忘记了 等等的 所以呢 他会 为了保持这个信用 所以他还是乖乖的 付钱 付比较高的利息 然后呢 他把这个 转嫁出去的 跟这个 正常人的 跟有钱人的 把它算一算 得出来 叫19.8%的利息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是 这个月刷卡 下个月付不起 那你就算有钱人 那么你就 付19.8%的利息 那这个利息 比较高 就等于是 帮正常人 的这个 免利息 那部分 把它补过来了 也就是 有钱人 都付一点利息 帮正常人 让正常人 可以免利息 OK 因此就得出 19.8% 刚好呢 平衡了 利息的问题 因此呢 这个 信用卡组织呢 就一直稳赚 3%的 这个获利 3%的获利 他不用帮忙 付利息 OK 那这就是 信用卡组织的 一个 特别的地方 这就是他的商业模式 就是 兜方共赢 兜方共赢 大家都赚钱 所以他会赚最多 OK 所以呢 我们得出一个 这个 Visa 得出一个创新的 商业模式 第一个 没有向银行 收钱 所以反而 让银行呢 这个获得 占便利 那么 让客户呢 刷卡 不用付利息 不用付利息 所以 占了便利 店家呢 增加了30%的收入 的这个总营业额 付出呢 这个 每笔3% 给这个信用卡组织 所以还是占便利 因此呢 三方 都没有受害 三方都被照顾到 然后呢 再把这个利息呢 把正常人的利息 把正常人的 这个利息呢 转嫁给 给贵妇 或是有钱人 等等的 那这样子就把这个利息呢 就平衡掉了 因此呢 这Visa组织呢 是 到今天 还是持续的 稳赚 每一笔交易 可以稳赚 3%的 这一个利益 那这就是 让大家都不吃亏 大家都不吃亏 大家都占便宜 结果呢 Visa组织 可以永远的赚钱 那这就是 Visa这个 一个很特别的 商业模式啦 所以我们就得出一个 在获利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心境 创造多方共赢 也就是 不让任何合作者 受到伤害 或者吃亏 那这就是我们从 Visa组织的 商业模式 那学习到的 那我挤这个 来跟你分享 这这Visa的 这个例子 来体会 什么叫做 这一个心境 什么叫做思维 什么叫做素养 OK 那你还可以自己 创造更多更多的 新型的商业模式 然后也能够 去体会一下 你的心境是什么 那有没有 类似Visa这样子 创造多方共赢 不让任何合作者 所伤害的这种 美好的心境呢 那么你就试试看吧 然后希望你能够创造 大家都能够 不吃亏 能够更好的 而且比Visa的 商业模式 更漂亮的 那这个 期待 你的创造 期待 你更多的 收入 很期待 这个 跟你合作者 大家都能够赚到钱 OK 我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 我先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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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